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在职场上的生存指导 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其实在工作职场对到了主管 我们自己上面的主管 请你记得 他就是官杀 所以在工作职场你记得一件事 其实基本上对你他是比较有帮助的 就是跟主管相处好 跟主管相处好是利大于弊 为什么 因为在工作职场里面 你就想想 假设你自己是当上了主管 那你的部署你希望的是什么 听你话的 能力强弱 其实并不是你所考量的 只要能力还过得去 这样就行了 并不一定要特别特别厉害 你就会很喜欢这个员工 甚至就把他拉拔起来 所以你把你自己定位到主管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喜欢这一种的部署 同样的 你的主管他也是喜欢这种部署 所以你跟主管相处好 对于你在工作职场 他是有利无害的 所以对上因为他是官 所以你就要表现出硬的特质 硬的特质是对主管 有功全部给主管 都是主管你照顾的 所以我才会有这一种成就 或者是对主管 巴结一点 你不要对主管用食伤 我很厉害 我们发现到 在很多工作职场里面 这一些能力很强的人 结果他们往往不受到公司高层的重视 然后就在那边抱怨 管是什么 能力那么烂 都不会看我的表现如何 以我的话主管 应该要怎么做 开始在那边放炮 可是 各位 他就是无法升迁 升迁的总是比他平庸的人 因为你用的是食伤 你食伤会客观 所以食伤客观的情况下 会所谓的功高正主 当然上面的主管就不喜欢你 你表现的再怎么好 都没有用 同样的 你下面很有可能会有部署 部署 他就是食伤 部署最喜欢的是什么 当他们在执行工作的时候 当他碰到问题 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他希望身为主管的你 能够帮他 所以在这时候 你就要展现出你的食伤 也就是你真正的能力 来帮他处理这种问题 他就会觉得 哇 我的主管很厉害 不是把我放生 在这一种情况下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工作职场 我们大多数会是夹在中间 所以人家说三明治 中间的干部为三明治 上面有主管 下面有食伤 然后对上主管 你要用的是硬心 谦逊 巴结 里浪 这一些主管 而不是用食伤 想要把主管干掉 那很有可能 你被主管干掉 但是 你对你的部署 你要展现的是 你有能力 你很好相处 所以你可以用笔尖 你也可以用食伤 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你对部署 你不要用硬 你们就随便做 随便做 你也不管棒刃的一种心态 你的部署就会说 我主管什么都不会做 都叫我们做 所以 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对上 对下 其实他是不一样的 应对方式 所以为什么中间主管 非常非常难当 因为他刚好夹在正中央 上有主管 下有部署 他所需要用的 这一种的特质 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这就是工作的一个生存之道 记得 对主管跟他好 绝对是有利无害 对部署 展现你的亲和力 展现你的能力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